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也要做一點點我所謂主持人的工作 我講完我應該講的東西之後 要引出另一個嘉賓 就是我的前輩 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 其實就不用我多介紹了 他的學識之廣博 或者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面的成就 就不用我多介紹了 我昨天跟他說的 其實你都不用準備了 你順手都可以講到很多很多 可以跟我們分享的一些寶貴資料 請梁院長 好 多謝麥教授 麥教授是學功夫出身的 所以他跟我們講 真是實際上的戰爭 講打 我只是一個讀書人 所以今天是講讀的 講隔五戰爭之後 那些人怎樣讀書 我希望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都在這方面從這個角度反思 我們可以從足球反思的 隔五戰爭 可以從武器方面反思的 可以從海軍的戰略 或者建設方面反思 或者從不同的角度 但今天我希望在這裡提一個 比較少人想的角度 就是從讀書裡面反思 隔五戰爭就是一百二十周年祭 我們過了兩次的甲子 今天碰巧的時候 也是中日一個情況交惡的時候 很多人都想著 是否應該再打一場隔五戰爭 那我就不想在這方面 再有太多的猜想 今天就和大家 隔五戰後的反思 特別是注重隔五戰爭之後 那十年的人讀什麼書 還有怎樣呢 是因為隔五戰爭引起的 一種的閱讀風氣 這個方向出發 《隔五戰爭》就是1894 7月、8月的暑假 就是一個最易烈的 好像我們這兩個星期 是這樣的一個暑假 一個時候 大家都看到或者聽到很多不同的 或者是災難的、不幸的聲音 在六戰方面 我們清朝的軍隊戰敗於平壤 在朝鮮 在海戰方面 北洋的軍隊也失敗於黃海 最後大家都知道 不能夠屈辱的接受 派了李鴻章去以和 最後他又是遇刺又大難不死 才可以換來一個不平等的馬關條約 這個大家都熟知了 關於隔五戰爭、戰後的種種條約、條文 我在這裡不說 想省時間和大家看讀什麼書 我的題目就是 《國人如何讀隔五》 我想介紹 在戰後的十年裡 中國的人 突然知道 兩個東亞的大國現在在這裡對壘 中國失敗 這是一個很大的刺激 我們也不想看到 每次我們讀書或社會上思考一件事 都會不會因為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特別是災難性的事件來引起 無論如何 戰後十年 中國的讀書風氣為之一變 我在這裡想介紹幾本 當時大概戰後十年 比較多人留意的 比較多中國人去閱讀的一些書籍 當然大家知道 閱讀是一個很重要的行為 因為這個慘痛的教訓之後 發生出來的一種閱讀的行徑 其實往往都帶著一種洗敵心靈的作用 即是我們思考的作用 由閱讀變成一種思考 然後變成一種改革社會 或者是改變歷史的 命運的一種能力 都是從閱讀出發 我在這裡特別提及這個大前提 戰後十年的幾本書 今天想很簡單地介紹一下 就是夏力哥幾本 林洛茲和蔡爾康合編的 《中東戰紀本末》 這套書有初編 有逐編 有三編 都是在戰後十年出版的 因為當然能吃到一條水 我們希望 我們這裡也有些出版社 哪一種是初編 即是第一版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買很多人閱讀 他當然會出逐編 然後接下來是三編 電影也是這樣 第二本要介紹的是 李提摩泰 也是跟林洛茲一起翻譯的 一個中國人叫蔡爾康合力編譯的 叫做《泰西紳士濫耀》 這是一個原書 是英文書 第三本 剛才那兩本都是有少少外國人做主編和牽頭的 後面那兩本是中國人自己寫的 一個是鄭觀映的《聖世藝言》 《聖世藝言》是1993年已經有第一版 1994年有第二版 後面陸續續出版很多次的版本 再加上後來有新編 又有合編 又有新編 都是順自那條水上的 一方面是想多些的人去閱讀 另一方面當然也有合理的利潤在後面 最後那本特別要提出來的 就是《何啟》和《胡禮喚》 這是誰呢 這是香港人寫的《新淨真傳》 這四本書 在《甲午戰後》那十年裏 我認為它都是暢銷書 我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暢銷書 比較的銷售數字 但是這四套的書 我叫它為暢銷書 原因是它們都銷售印刷和銷售的數目 是過萬冊的 過萬冊 現在這樣看就說 不是很多 羅琳一本都已經多過你很多了 或者現在 現在我們出來書展那裏 有幾本很流行的書 都會過萬的 但是你知道 在閱讀的風氣和印刷這個文化 在一百年前有過萬的消書量 或者印書量是很大的數字 而且你知道這四本的書 都不僅是一本得到百多頁 或者二百頁的單行書籍 它們都是一銜 或者有八本、十本的一銜的書 例如《中東戰紀本末》 我自己本身有一套 上面有個甲 中間有十本的書 《泰西紳士濫耀》總共有八本 所以它們的印數 如果是過萬 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非常能夠賣出的書籍 所以我叫它長銷書 原因不是因為 就是今天的長銷書榜的規定 第一本想介紹的就是 《中東戰紀本末》 我本身藏友都是在舊書攤買到的 就是初篇 1896年出版 逐篇就是在第二年 1997年就出版了 三篇1900 以及推出的時間 都是戰後那十年之間 都是很多人有機會讀到 大家都知道以前人買了 雖然說容易買到這套書 買到之後又不是單止一個人讀的 就是說讀者的量 就是一個人可能是傳閱 或者五個、十個 甚至更多的學生 更多的朋友有機會讀到的 《中東戰紀本末》這本書 就是林樂之和蔡爾康編的 這本書是對《甲午戰爭》 是直接描述的書 就是說中日《甲午戰爭》 打了這場仗 有多少人知道呢 其實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我們從咒節裏面 知道一些海戰的情況 或者陸戰的情況 我們從一些文書裏面 知道一下打仗的時候 互相怎樣通報的一些情況 或者糧草搬運的情況 但這些其實都是軍情 都是情報 一般人都是不知道的 將這個戰爭比較完整的 做一個報道 包括有電報 包括有當時的軍兵日記 包括有當時的新聞記者的評述 算是一個很具體的 又比較全面的報道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 主要都是在林樂之編的《萬國公報》 按打仗的時候 有一定的時間 他們就報道出來 裡面有一些好像電報 有一些文書 奏節 有一些評述 都是在中東戰紀本末 一年之後 將它編出來的 但是它當時的報道 就在《萬國公報》裡面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萬國公報》的主編 美國的全教士 Yang J. Allen 林樂之做主編 所以它當時收集了中日戰爭的資料 然後整理翻譯出來 那就是蔡爾康 蔡紙薇或者紙佛 在《萬國公報》裡面 先登出來 可能隔了兩三個禮拜 甚至一兩個月 然後一年之後整理成書 就是《中東戰紀本末》 這個就是在《非葉》那裡 一開始一打開就看到林樂之的穆克像 如果大家願意重新看看 一百二十年前的戰爭的細節 裡面有些挺有趣的 例如朝鮮的《朝景記》 就是在朝鮮傳來的一些警報 裡面有一大集在這裡 有《朝景新記》 有《東征電報》 大家就可以看到 當時戰爭進行之中的各方面的資料 也有對日本的維生 是有少許的評述的 這個一本書 就算是很直接 對《甲午戰爭》的一個報導 和評述 是當時有不同的立場 有不同的人寫的 包括有日本人的 有西人的 有中國人的 有官員 有兵士都有 算是一本當時時人 對《甲午戰爭》的 一個直接有關的書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一百二十年之後 看看和現在的報導 有沒有不同 可以看看它的初篇 後來有些追述和評論 在續篇和三篇都有 我不帶大家去看那本書的內容 第二本就是《摩泰太西紳士濫耀》 這本書原來是一個英國的新聞記者 半的 amateur historian 是一個業餘的歷史家所寫的 這個人叫做 《摩泰太西紳士濫耀》 《摩泰太西紳士濫耀》 他的書原名叫做 《19th century history》 這本書如果我們去看英國的歷史書 它是半吊子的 不算正規的一本 就是《殿堂》的歷史書 但是來到中國翻譯了中文 就變成一本非常多人看 很為中國知識分子、官員 佩服的一本歷史書 這本書原作者是1889年出 它如果是技術的 就是19世紀的事情 寫了當代史 一個新聞工作者 他寫當代史 當然寫得非常吸引人的 和可讀性很高 翻譯了出來之後 就在中國官場裏 立刻成為一指封衡 由上海廣學會1895年出版 一共有八大本 又變成一個舊式的包裝 我又很幸運 我以前很喜歡走舊書局、舊書攤 在裏面買到東戰幾本末 我忘記了,大概是一百元左右 那時候是1969年 六百年左右 然後第二次走 我又看到一本黑漆漆的一套書 就是《泰西紳士濫耀》 那時候又用了我 一個月的教野校的人工 又買了這套 這兩套書 實質上是一百年前 大家都長宵書都看的 我現在都有機會繼續看到 這個《泰西紳士濫耀》的背後 一個最重要的看法 一個論點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大家都知道 這個影響了歐洲社會 美國社會 甚至中國社會很重要的思想 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 《Social Darwinism》 《嚴復》翻譯出來 就是《物敬天責》 哪一個強一點 哪一個是華視的 哪一個是可以有權 有武力 他就會支配這個世界 所以他用一個 進化的觀點 去寫歐洲的歷史 中國人一看 就拜這一套 所以對中國來說 背後這種思想要進化 要自強 要練好我們的武功 即是我們的船堅炮利 各方面現代化的企業 是很重要的 這個背後 就是McKenzie的觀點 他也相信專制的體制 慢慢會衰落 會成為歷史 成為過去的 自由和民主的觀念 就已經會逐漸普遍 而且會成為 這個新世界的基石 所以這本書實際上 背後也有些人會懷疑 如果用這些概念發展下去 中國是否真的 每個人喜歡 例如俄國大使 對雍同和 有這樣的評語 你知不知道這本書 實際上是獨草 如果是中國人 接受這些觀念 以後皇帝也不能做 即是軍主專制的制度 就會崩潰 嚇到有些帝師 但是光水皇帝 就是喜歡這本書 他也請了一位師傅 跟他逐頁的逐章解釋 太西紳士濫耀的每一章內容 其他人 我寫了一篇文章 雖然是很短的文章 這本書最有益於中國 梁啟超 我喜歡詞 有些人說 我們是我們的遠房親戚 他說 這本書是述百年以來 歐美國國變法自強之跡 西史中最佳之書 他不一定是宗史 他那時候沒有這麼分 特別引進西方的歷史 西史之中 這本是最好的書 龔春王液恩 此書對中國大有悲憶 在甲午戰後 中國的軍臣 中國的士子 反思 都是互相推薦這本書 因為他背後有一個進化 有一個自強的觀念 因為他們在上有喜好者言 下面那些也有很多人跟風 這本書就變成一個十年之間 非常暢銷的書 大約印刷的數量 是超過了三萬部 三萬部 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很龐大天文的數字 這兩本書 我將它歸納成為一個 可能是西學的範圍 是西人將戰後的 反思 利用這些書籍 帶給中國的衝擊 當然 國人自己的註術 能夠再生唱蕭書之列 都有相同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社會需要改革 一個戰爭的慘痛 刺激了很多中國的文人也好 其中一本的唱蕭書就是《盛世危言》 這就是鄭觀映所寫的 面對國難當前列強瓜分的危機意識高漲的時候 中國有識之事怎麼想呢 大家都挖空肺虎 希望能夠尋找一個解決的方案 這個方案是正改 即是政治的改革 或者是社會上做些什麼可以改革到 希望能夠富強呢 其中的書就不止一本 《盛世危言》就比較早了 因為他的前身是《盛世危言》 就是鄭觀映寫了《盛世危言》之後 慢慢再後來加了他的文字評論 成為《盛世危言》 《隔五戰爭》的時候已經整理出版 到了戰後就有很多版本出來 鄭觀映就是隔離鄉山 就是澳門那邊的人 他是一個買版出身 在香港試過 最後在上海在天津做過這個買版 就是在太古買版來的 參加這個官督商辦的企業 他就是從他自己設身的經驗裡面 得到很多社會改革 或者經濟改革 或者商業的改革 這種意見就寫成《盛世危言》 我這裡有很多他的版本 但我知道大家都大概沒有空 看完他的版本 什麼時候出版 然後有多少字 有多少個卷那類的資料 所以就讓大家看看他的碼頭 看看一本書 《莊精》 《增定篇》的新版 現在我們看到的都是舊書 最後那本就是 《正改流行巨著》 就是何啟和胡麗媛 這兩個都是黃隱仔 何啟讀完書之後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基督教家庭出身 去了英國 他不單止讀醫 完成了 也讀法 也完成了 一個兼醫學和法律 都有嚴格訓練的人 回到香港 也參與了行政事務 創辦學校和醫院 其實他不需要關心中國那麼厲害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邊緣的人物 但是《加五戰爭》寫到很多人 一樣是關心祖國 對於祖國的失敗 和國運的危難都是關心的 所以他寫了《新政的珍傳》 這就是和他的同學 其實不是同學 是同學仔 比他大一點點 但是他教過的胡麗媛 黃隱1862年入學 畢業之後留校兩年做教書 這兩個人在香港的背景下 關心中國 香港有一個有利的地方 他學到很多西方的知識 以及看到殖民政府所辦的種種事業 他在那裡都透過這些文章 希望中國在自強運動的時候 在政治改革的時候 在商業或各種經濟改革的時候 能夠採取一些外面參考的意見 這就是《新政的珍傳》 這本書也是當時非常流行的 當然還有其他比較流行的書 我已經在那裡不介紹了 裏面有制度性的改革 設議院、辦學校、啟民志、輕民權 其實都是屬於西學的一個範圍 但我想在這裏加半分鐘講講 西學、傳教士的西學和這些 港澳的前輩提的改革、政改 是有少許不同的 我希望在這裏做一個分辨 西人看中國應該怎樣去改革 還有一個藍學 我意思是這批港澳的改革家 看的是有少許不同的 我認為藍學更能夠推動社會的改革 最後是走向革命的一個原因 主的制度也不能夠忍受 很多舊式的封建行為 於是提出一個比較全面的政治改革的路線 就是推動中國走向革命的路線 這些書一出來 在坊間也是很受人歡迎的 不可以再賣了 我叫做禁書 但禁書是禁得多少呢 我們就看到禁書有很多途徑 可以使人一樣可以獲得這類的書 然後傳閱、閱讀 特別是周庸的革命軍 成為一個基本上是人手一策的革命小策子 它不是很厚的 不像剛才那幾套書一樣 很大本的 這些是很小本的 有些可以用一個念口網的方式 就是介紹書的內容 例如陳天華的 差不多是現在我們的信口溜的方式 介紹一些革命的道理 以及反映出 從隔五戰爭之後 中國需要變革的一個重要信息 在革命軍和猛回頭 這些革命書籍的推動下 實際上一般的民眾都已經慢慢接受禁書 越禁就越流行 我不是想要介紹這批禁書 總而言之我想在結語的時候說一說 無論是推動中國走向政改 走向社會的改革 或者是最後走向革命 這些這樣的路線 實際上都經過一個慘痛的教訓 那裡之後實行的一個閱讀行為 即是隔五戰爭帶來的一種新閱讀的習慣 使得我們的腦筋面向不同的新知識領域 大家就開始閱讀一些新的書籍 這個閱讀除了吸收新的知識 以及提升自己的能力之外 所以往往會改變社會的環境 閱讀之後的意見和行動 又會轉化成為影響國家命運的行為 所以不要小看我們拿起一本書 然後閱讀 其實閱讀之後還有一連串的重要機能 就是你如何思考它 然後如何提出你的意見 然後雜誠眾議就改變了社會和國家 我在這裡希望 我們一百二十年之後 大家 國人那時候是怎樣讀隔五的呢 我們今天就拿起我們什麼書 讀什麼東西 希望產生什麼力量 這個就提供給大家思考的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